看一下啊 常规赛正常赛是看不到的监管者 白纸涛博士 这个博士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呢 大概率被多跑 小概率保平 赢不可能 首先这个阵容打博士就不错 再加上对面这些 球 大哥你的香水呢 我的理解 我的分析的原因是 对面的求生者 第一宝他不是求生者 监管者 对面这些选手 他们的一个本身的牵制实力是很强的 再加上白纸呢 他是一个就昨天给他讲过来 就跟那个 小小 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求生者打监管者 他固然有足够多的熟练度 但这些熟练度呢 他并不足以支撑他来战胜这个职业选手 说完已经两刀 没有用啊 兄弟们 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两刀骑得很快 这两刀一点又没有 这个局就是一个多跑局 就即便打到现在这个局 你看这博士带着什么 失常对不对 这个失常他踹得到东西吗 踹不到 他导人了吗 没导人 这把白纸别说三跑了 四跑面都有了 这一把白纸已经打炸了 炸的一塌糊涂 现在如果说是一个优势劣势分析 二八开 裂的一塌糊涂 这把的博士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经常观战的 我经常观战博士局的呀 就以我的理解来看 不是大哥你们两个补学补了半天 怎么一个没补起来呀 那不能两个人摸了半天 那么一个都没起来 那应该是两个人想要互相摸摸到 然后点好 但即便如此啊 还是打不了 这个还是打不了 就博士核心问题是 他已经栏目住密码 就我们看有没有三连的可能性啊 如果有三连的可能还能打一打 还能去拉扯拉扯 对吧 但是即便真是有三连 我觉得以这些穷者 他们在四黑的一个连迈的情况下 打一些协同 还是偏一个 偏一个多跑 偏一个多跑的 过来守律师的机子 律师这边的话 拖一拖 那边交 哎一刀砍进来 时长没有好的 外面的机子现在总量加起来 我们可以算能修掉四台 也就还剩最后一台 这边击球手和条尸只要能状态补起来就行 一刀这边直接抢机子 条尸这边也抢机子 两个人都是交自己 然后抢机子 补状态会更好一点 而且他们其实两个人倒的位置差不多 一个人起来以后 把另外一个人摸起来就可以了 打的呢 但也没什么用 大家可以看到就 对不对 我的分析是有足够多的一个大数据的支撑 我是有自己的数据库的 就像这种局 我关战了这么多把了 对吧 别人不知道博士 我还不知道博士吗 狠人哥的博士 我天天看 比这击倒的快的多的多的 踹掉一台满机的 他们修了8% 这八九是被踹掉的 照样都能翻 好了 四伦开门战已经敲定了 这把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击球手是没有带大心脏的 条尸有大心脏 剩下的人都有大心脏 然后这边魔术师满 好了 怎么打 这实体刀还打不到的 你只能闪现一刀 哎 再补 调香师 这里的话 地窖 能不能排手 律师这边扛 掩护 击球手这边管 别管了呀 那条尸那边有地窖的 门都开了 冲门呢 一森 一森你有问题啊 这去管调香师 队友这边是能走的 一森这边是个二岛的 击球手 对不对 讲道理这个局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多跑局 讲道理这个局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多跑局 只是穷者这边 在残局的一个选择 打法上面有点奇怪 那因为他们有 卧底的一个可能性嘛 所以说这边 就不太好确定了 但是我的分析是专业的呀 这种这种这种打博士 再加上白纸的博士 又不是那种 就是非常非常顶尖的 职业级的博士 就你如果说让 比如说 对吧 那个狠人哥呀 田老师啊 团长这些老博士来打呢 你说 还在干嘛呢 门是开了 两个人可以爬走的 在玩呢 这把的卧底 我觉得这个 挑衅是低宝这边 说不上 因为低宝本身 他不是玩求生的嘛 然后他的那个修机 安排什么都挺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基台 是他最后台基台 他修掉的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边的话 基球手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 这个基球手 那波过去去管条身 就有点没必要了呀 一个跳坎 画画在干嘛 拦不住 拦不住 归拦不住 这边 不能 爬不出去 哎 等会儿 这个血线 差了不多 有飞轮的 爬行加速 差差不多 走了 那没什么问题 平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